你还记得以前的蛋载道吗 很怀念以前的那个蛋载道 十个蛋里有五个蛋都是老改蛋 虽然看起来不太精致 但是老改蛋的潮流 避免了我们没有皮肤的尴尬 只要是个蛋 我们就可以一起玩默契大挑战 搞什么搞什么 别跳了 这可是我们千辛万苦 将了八大姑四大九三大姨 加上他奶奶的二姑子家的小表弟 才奏集了这么多个老改蛋 都说了玩默契大挑战了 你们能不能省点心啊 我的老天爷 老改蛋怎么这么皮啊 行不行我把你们做成皮蛋 原来是需要用恐吓的方式 老改蛋都是下大的 那赶紧开始我们的默契大挑战吧 首先第一个颜色是 黑色 黑色 这么多皮肤里面 就只有十星熊是黑色 并且是可以免费获得的 我忘了 老改蛋也是黑色的 难怪他们换了身衣服就出来了 不过也有穿午夜鹅的 好吧 这一局午夜鹅完胜 要是你来挑战黑色 你会穿什么皮肤呢 下一局跟我们一起来玩 第二局是蓝色 蓝色蓝色 这么多的皮肤里面 我就只有小水母蓝一点了 蓝色的蛋仔皮肤 这么千奇百怪的嘛 看着别人的小水母和仓鼠 确实比我蓝一点 不过旁边这两老改蛋 该不会一直都没换过衣服吧 算了 这一局就放过你们 下面是红色红色 哼 这一局你们要是挑的颜色不红 那我就 我就 完了 我自己好像也没有红色的衣服 这个怎么办 只有拿粉色的甲龙晶晶来凑个数了 看样子大家都比我红 好吧 这局算我输 谁让咱们一前卖皮肤啊 接下来是黄色 这可难不倒我了 我的背包里 可有一个全身都是黄色的 呆呆鸡 看来这一回 大家的默契十足嘛 青色看过去都是黄色的 老改蛋们可高兴了 给了你们爱看的 蛋仔飞跃 唯一的一颗黑蛋子 被我送上了太空 这才是默契无敌的 老改蛋队伍 嘿 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再来一局 是绿色 这一回 我们还会默契十足嘛 没办法 我只有三角龙 长得比较绿了 这一局也还不错嘛 毕竟大家都绿得 千奇百怪的 这再一次证明了 我们可是一只神秘的组织 接下来直接上难度 白色 众所周知 在蛋仔派对 除了冬日老娘 没有人比他更白了 呃 这一局嘛 很难听 什么什么 接下来这一局 是变成麦拉五 二者 我咋不知道 自己有颜色啊 什么 老改蛋 你们礼不礼貌啊 放开我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退出 老改蛋家族 啊不对 是黑蛋的家族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